車輛手冊 我是車輛研究的車輛手冊 車輛手冊 中國輛 基於我們對車輛的了解 我們很樂意在這邊 跟各位分享 影響一輩子的用路觀念 防疫駕駛 根據研究 車禍事故的原因 有九成以上 跟人有關 大部分的車禍都被避免了 我們知道 避免的能力 隨時養成微選預設的習慣 什麼是防疫駕駛呢 我們以紅綠燈來做個例子 它跟安全駕駛是不太一樣的 安全駕駛指 你看到紅燈不要闖紅燈 請你遵守規則 防疫駕駛指的是 你看到綠燈的時候 雖然你有路權 你還是要注意 別人可能有闖紅燈 所以防疫駕駛跟安全駕駛 兩個加起來 才是一個完整安全 可以讓你回家的道路的觀念 我舉第一個例子 執行車跟轉彎車 我們知道執行車有優先路權 對向車可能想快 這個時候執行車 就可以運用防疫駕駛來保護自己 防疫駕駛不是只有應用在開車 它也包含在走路跟騎摩托車的行徑上面 那防疫駕駛不是在探討誰對誰說 或探討事故責任的問題 它是一種保護自己用路的一個能力 從小心別人不小心 注意別人不注意 一直到人車路特性的了解 所以我們初步做的建議就是說 用路的時候只有遵守交流規則 是不太夠的 第一個是遵做煞車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從看到狀況一直到輪子有足夠的煞車力 大概1秒鐘的時間 遵做煞車就可以縮短這個1秒鐘的時間 大概1半 轉0.5秒的一個反應時間 我們有時候開車 有些人會回頭哪個東西或檢查東西 那1、2秒的時間可能對你發生很嚴重的影響 我們不要說1、2秒 我們用0.5秒來看就好了 我這邊提醒一下 我們車子馬表是每小時跑幾公里 那你把它除以3.6 就是每秒走幾公尺 所以我們在行徑上面 如果這部機車速度50 那換算每秒大概就是14公尺 那在這種狀況我們建議機車 就是預做煞車 當這部車搶快的時候 你可以提早7公尺就停下來 在緊急的時候 這7公尺可能就是一個避免事故的關鍵 第二個這0.5秒呢 發揮煞車的效用 可以讓你的速度從50降到接近30 一個是50碰撞 一個是30碰撞 我們知道碰撞跟速度的平方能量成正比 所以55、25、33得9 整整差了一倍以上 根據國外研究 50撞車跟30撞車的致死率 一個是8成、一個是1成 所以是差異相當的大 第二個要理就是常識開大燈 交通部已經規定了 106年開始新車型上市 就必須要有日行燈 就是你車子一發動 頭燈要亮 或類似頭燈的日行燈 那它的目的呢 不是只有照明 就是說 讓別人知道你在這個位置 除了跟他講的預做煞車 我們建議常識開大燈 讓對象的車子知道 您在這個位置 常識開大燈還有好處就是 開車門不小心撞到後面摩托車 但也不是摩托車的錯 為了保護自己 常識開燈 然後注意橫向車序 當你開燈的時候 你的燈就投射在後置性上面 那車內的人很容易發現你 那我們這邊提醒 開車的人或車內的成員 不管哪個位置 當你要下車的時候 養成用反手開車的習慣 強迫自己轉身 看到後置性或看到車外的狀況 瞭解車輛的特性 我們這邊舉一個抱胎的例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 抱胎的時候不能緊急剎車 但是萬一你不能要抱胎 你會不會緊急剎車 這有一個很關鍵的動作就是說 你有沒有兩隻手開車的習慣 當你兩隻手開車 萬一碰到抱胎 你比較可以在第一時間 穩住你的車輛 當你第一時間穩住車輛 你就比較不會去比起剎車 那兩手開車我們建議 你的鎖的握點大概是3點 跟9點鐘的方向 除了穩比較精確之外 我們車子都有空隙囊和Airbag 萬一發生碰撞的時候 這兩個物防是比較不會傷害到死體 我們知道行人要走人行道 那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你行人要到道路上跟車輛共用道路的時候 以道安規則來講 行人要靠邊行走 那以防疫架的角度 我們會建議行人面對來車 一般情況就是靠左邊行走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得到對象來車 尤其是晚上還有你的道路不寬的時候 那第二個就是行人要特別注意 車子有A柱 那過來有B柱 C柱 那A柱會對車子左轉的時候 駕駛人造成一個誓言的盲點 所以我們建議開車的人 駕駛人在左轉的時候 要有一個擺頭的習慣 那行人在過方馬線 要特別注意左轉車 尤其是右後方來的左轉車 因為很多人左轉的時候 沒有這個擺頭的習慣 所以我們剛剛提了幾個要理 就是建議希望用路人養成觀察的習慣 然後提升危險預測的能力 那慢慢的你就可以培養 保護自己的能力 來避開危險 如果觀眾對防疫價值有興趣 可以到交通部的網站 還有我們車輛中心的網站 下載手冊來參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